《日本历史与文化的课程》 编著有许多 既有按时代发展的顺序 介绍日本历史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日本史 也有从日本生活文化的角度 介绍日本的茶道、花道等日本生活文化 或者日本艺术的文化著作 这些著作大多按照日本固有的历史脉络进行叙述 缺少从他者视角对日本的历史文化进行解读 事实上我们知道 对于我们 日本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 毫无疑问 是一个他者 因此 作为一个外在于日本的我们 在了解日本时 外部视角不可或缺 因此 本课程不仅关注日本自身的发展脉络 更关注日本与中国关系 中国要素 本课程包括中日国家关系史主题 中日文化交流史主题 性别视角下的日本历史与文化主题 思想史诗语中的日本人主题的 并结合东亚区域史的视角 思考日本的历史与文化 因此 本课程将突出中国主体性 并从学界较少关注的性别视角 解读日本的历史与文化 同时 讲述在东亚世界 发挥重要作用的儒学 佛教 以及神道等 对日本的思想及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 因此 本课程的各个主题 新颖独特 将为大家打开一扇 了解日本的新的窗口 值得大家好好学习 本课程的目标 中国情怀 了解日本 认识亚洲 关注中国主体性 提高同学们跨文化交流的水平 培养大家自主学习能力 思考能力 及创新思维能力 作为本课程的总论部分 我将从明初中日关系的个案 解读历史上 中日关系中的复杂要素 以期对本课程的主题有所了解 大家知道 明朝的中日关系 是明太祖积极对外政策的结果 其目的在于 与日本共建东亚区域的和平 或者说海域和平 明太祖在建国之初 就向东亚海域诸国 欠使颁招 通告其新朝建立 同时 也想建构新的区域秩序 其中的另一个背景是 东亚海域倭寇活动猖獗 沿海居民民不聊生 不胜其扰 可以说 平息倭寇 让东亚海域回归和平之海 也是明太祖朱元璋 对日交涉的一大目的 而担负这一国家使命 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的 主要人物是赵志 以及其后的祖禅克勤等人 这一节 我们将通过赵志的日本外交 以及他与日本人的交往等 皆是在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中 国家地位 文化认同 宗教因素等 在不同侧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太祖石禄 记载了赵志的初始之行 来看一下具体的史料 其实在中国史书中记载的梁怀 正确的应该是叫怀梁 关于赵志 我们介绍一下 他那生族年不祥 明代文人 据传为杭州前唐人 有赵梦初之后一说 明初任山东省莱州府同志一职 那关于同志呢 据云的历代执官表记载 他是明之志 以府为地方行政二级区分 每府设知府一人 其左二官有同志通派 其中的同志呢 分管曹补道 海防 江防 清军 李氏 福苗 水利 以作知府之志 而赵志作为一个地方官 能被作为国家的外交使节派往日本 应该说他具有极强的外交能力 下面呢是具体的赵志的初始始料 红武三年三月四日 赵志等往齐国宣誉 至泛海 至西木崖 入齐境 官者拒无那 至以苏达齐王 王乃言入 命左右将任之 由此技术可知 赵志同日本的国王梁淮之间的交涉 进行得非常艰难 最初入境遭到拒绝 交涉中又面临被杀的威胁 最终赵志侃侃而谈 感动了怀梁亲王 顺利地完成了外交使命 怀梁亲王向明朝派遣了使节 送还了被掳的中国人 史料中记载道 日本国王梁淮欠其臣僧祖来 尽表迁 贡马及方物 并僧九人来朝 又送至明州台州 被裸男女七十余口 可以说 中断了数十年的中日外交关系 因赵志的交涉 而在此开启了新的尾幕 其实上 怀梁亲王并非日本的国王 而是驻留在九州太宰府 并拥有九州地方 大阪势力的真希将军 明初的对日外交 将怀梁视为日本国王 且与他进行了多年的交往 他对于倭寇所做的贡献 是不可否认的 而在此之后 赵志的外交活动远未结束 扔留在日本 继续着他的外交视野 原因在于 明廷逐渐认识到 京都的北朝才是正统的政权 所以西纪与北朝建立关系 此时 能够有可能与北朝建立关系的 只可能是武山高僧 因此 便有了赵志与春屋庙趴的友好交往 春屋庙趴是著名孟窗派 孟窗苏时的弟子 赤柱天龙寺 此时是南禅寺的主持 也是禅宋正的高僧 与中国禅僧之间渊源泼深 早在元代 就有元朝僧人给他祭送诗歌 同时 他继承了奇诗 孟窗苏时开创的 天龙四传的事业 对于中日通交 始终有着很大的热心 这一点 在他的临终寄语中 也有所体现 换生七十有余年 了却先师未了元 异国黄金收拾去 古番高挂和同传 可以说 他与奇诗孟窗一样 毕生致力于 与中国建立外交及通商关系 赵志同春屋庙趴及其弟子的交往 现今收录在 《为人民所知》的《云门义曲》中 其中记录了赵志的诗文 共二十六篇 其中的续文和拔文 也都是出自赵志之手 其中还包括了 他与妙趴的诗文唱和 以及给其弟子的赠诗 还为妙趴修改诗文 另外据记录 赵志还给其画画写在 那在日本的史料中 也有具体的记载 八月一日 明史赵志 自周房山口 记汉丹后云门寺春屋庙趴 在大日本史料中 还记载了 多幅赵志与春屋的书信往来 有一封信值得我们关注 在这封信中 赵志写道 区区奉天子昭 远来东海 诸实未有牙 少留以待王室 今如众会清福五千 岂使克隆生焉 诗之碍于之度可知也 可以看出 在日本史料中记载的赵志 与春屋庙趴及其弟子的交往 有着文化层面上的相互尊重与认同 同时 正向赵志一直强调自己 留在日本是为王室 是为国家知识的目的来看 他们的交流中 不单单是一般文人的交往 而是作为外交使者 旨在通过这种交流 探寻国家交往的途径 但是由于春屋庙趴 与北朝知识之间的矛盾 他未能实现与京都方面的联络 继赵志之后 明朝又派出包括祖禅 克勤等来完成此项使命 随行者还有日僧春庭海寿 而在祖禅克勤交接的人物中 最终帮助他们疏通与幕府关系的人 是继春屋庙趴之后 担任天龙寺主持的清晰通彻 他和妙趴是同盟 这其中仍可以看出孟窗派的实力 以及孟窗派对于中日通交的热情 史料中记载 天台作主尊道 奏揽民国使僧壮 切成益满 益满大惊 欠使于振兮昭之 在此期间 赵志一直在日本 与春屋的信中提到了 他与忠游克勤一同回国之事 好 我们再看一下赵志与山口诗境诗 那赵志除了与武山的禅僧们进行交流 还因山口的大内红石之妖 长期滞留在山口 为山口的名胜 勇写诗歌 而这些诗歌 就是传送下来的山口诗境诗 山口诗境诗后来还被收入江湖时代的 四子屋教科书 停讯往来之中 到了近代 他还被收入到中小学的教科书之中 在现代 这部石井诗 作为山口诗的文化遗产 和文化遗迹 经过代代相传 如今为人广为传颂 下面是具体的这十首诗 我们只看一下题目 从明初中国与日本的外交活动 我们可以看出 国家的外交关系 是国家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 为此 明朝政府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另外 国家关系的执行者是具体的个人 而在当时的东亚世界 汉诗文是他们交流中最重要的媒介 且是他们相互认同 相互欣赏的主要的依据 从赵志与日本禅僧 以及与日本大明的交往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出 他的汉诗 他的文章 得到了日方的高度赞扬 以高度评价 成为其传世的珍宝 而流传至今 另一方面 在当时的环境下 建于佛教在日本的特殊地位 高僧在日本幕府中的话语前 佛门高僧在中日关系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正是在他们的斡旋下 中日关系才打开了大门 迎来了1401年的 足利益满的对名称臣 也开启了日本与明朝的 坎河贸易时代 可以说 这也是他们继承 孟创书时 所开创的天龙船的时代 1401年 足利益满对中国称臣 中国封气为日本国王 日本开始了与中国的坎河贸易 日本共向中国派遣19次贸易船 开启了日本与中国的 另一个交流高峰 而此节内容作为开篇 目的想让大家了解 日本的历史与文化 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即国家关系 文化交流 佛鲁神等宗教 在日本的发展与利益等 都不是各自割裂的 他们在具体的事件 及时代中相互交融 共同作用 构成了日本历史与文化的 复杂与丰富 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细细体会 接下来将进入 本课程的各个主题 敬请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